它手術以後 就可以穿漂亮的女裝 打扮很漂亮 它不會再微微縮縮 有的甚至都不敢講話 用筆毯 女人一講話 所以穿得很漂亮 長得很漂亮 那聲音講出來是男聲聲音 有一些會抽菸 聲帶受到菸的煙燻 它已經變成水腫 聲帶黏膜下 已經有膠狀的水漾 一個累積在裡面 那你把聲帶拉緊 它聲帶的震動 還是沒辦法 達到非常好的狀態 就是說 你可能只能拉到190 聲帶的水腫 讓音頻降下來 研究上會打折過 所以我們有抽菸的 一定要經營三個月 再回診 確定沒有聲帶水腫 我們才會進行 聲音的女性化手術 談判啊 喊叫啊 老師要一直說話 職業病會讓聲帶長繭 長絲肉或水腫 抽菸當然也會 這些說話的習慣要調整 那另外一個就是 補充水分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聲帶的 表面有一層黏液 這黏液一定要有水分在上面 它才有潤滑的作用 像汽車的引擎 如果沒有機油潤滑 引擎會燒掉 聲帶也一樣的 如果你上個兩個小時 都沒有喝水 那聲帶就很快流 就出狀況 辣的不能吃 我們吃辣下去 聲帶剛好在食道旁邊 辣掉之後腫起來 腫起來的時候就壓掉 又沒辦法撐很久 另外一個就是 不要吃冰淇淋這種 很冰涼的東西 冰涼的東西 還是會鎖紅 它暫時可能會 冰冰涼涼很舒服 但是冰的東西 它會讓你的 聖帶上的血液型 很中斷 中斷它就沒辦法輸送 養分啦 輸送一些水分啦 過來 那聖帶的狀況會更差 所以 要注意這個幾個情況 聖帶拉緊了 變成女生了 然後以後說 我不要 我要恢復以前的聲音 這個是不可以的 所以它也是 做了以後 變女生了 我們就 沒辦法再讓它 回到男生 第二個就是說 你聖帶張檢 或張膝肉手術 手術完你再去吼叫 它有可能再復發 你在繼續抽菸 它會不會再水腫 這個是可能的 對 但是基本上 聲音女生的手術 做了就OK了 只要一般的保養 應該就可以持續那個效果 剛開始 聖帶拉緊的時候 聲音會出不來 那我們 所有的音裡面 最好發出的聲音 就是咳嗽的聲音 N是第二個容易發出的聲音 N出來以後 會訓練第三個音就是 這個聲音出來了 我就會請它回去 一天訓練個十次 每一次訓練五分鐘 訓練前喝點水 潤喉一下 先咳嗽 咳 嗯 一 一只要出來 隔幾天 二 三 四 五 就會慢慢出來 一能夠數到十 再來就 吃飯 唱歌 看電影 只要這個聲音出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慢慢講話 但是記得一個半月以後 聲音才會起伏高低 自然度才會慢慢顯現出來 這也不要急 每天都很開心啊 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來 等到思念小孩 淹沒火而 愛雨不再 在我的臨床經驗裡面 越來越多的姊妹 因為她是選擇先把聲音跟喉解先處理好 在永大恢復的半年以後或一年以後 再去做性別重製的手續 因為你改變聲音的情況之下 你會很快就會找到自我的感覺 你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打電話之後人家直接說 小姐你好 聽到這個小姐你好 那是非常愉快的一個經驗 不會電話拿起來不敢講話 現在已經有這個技術可以在聲音上先改變 也不需要這個精神科醫師的認同 就可以執行了 聲音改變了以後 當然你要去做性別重製手續 就多方打聽 尤其台灣現在也越來越多 在譬如台大榮種 或者有一些美容的森手 他們也有這個技術 可以做性別重製 也不一定要老遠跑到泰國去 不過泰國在性別重製方面的技術 因為經驗多了 其實有手術的衣服做得 是相當不錯的 它可以做到幾乎大部分的女生的反應都會有 性別重製手術 我認為應該要逐漸把聲音的感應 改變就是把聲音女性化的手術 這個項目列到這個性別重製手術 我做過的姐妹的變身手術 大約有90% 他們在完成聲音女性化手術以後 他就會馬上會感覺到 心情特別快樂特別愉快 找回了自我的感覺 雖然他其他的信息款 各方面都還沒做 但是聲音變女性化 然後婆婆姐把它修平 這個兩個手術一起做的話 他手術以後就可以 穿漂亮的女裝 打扮很漂亮 融入這個女性的社會裡面 比如說他買東西 他不會再微微縮縮 有的甚至都不敢講話 用鼻探 因為一講話 雖然穿得很漂亮 長得很漂亮 那聲音講出來是男生聲音 這其實是非常顯著的 一個生活上的障礙 我認為最優先的 他們最在乎的 就是聲音跟猴姐 因為你穿得很漂亮 你妝頭一抬起來 就看到猴姐 所以我們講跨性別跟變性 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變性 那是已經完成所有的 鮮別蟲子的手術 跨性別就是靈魂 心靈上本身就一直認定 自己是一個女生 現在醫學上 不認為她是一個疾病 她是完全一個正常 只是她內心裡面 是住了一個女性的靈魂 她會對自己的一些性表稱 她會非常的覺得格格不入 有一種隔離的感覺 生理跟心靈是完全 兩個在拉扯 心美從事 或者是讓她找到自我 只有靠一些整形手術 還有一些像 聲音女胸化手術 就可以達到讓她 完全心理跟生理 融合的一個情況 比方說有人叫你 小姐的時候 然後你一開口 人家就不好意思心聲 很開心喔 很開心 找到自我嘛 對啊 所以他們在聲音手術完以後 其實就已經 很高興了 很快樂了 覺得找回自我 而且她可以穿漂亮衣服 任意的去買東西啊 去社交 完全不會有違和感 這個是一個性別從事 發性別很重要的課題 時代變化以後 現在社會的對姐妹 其實接納度越來越高 在二三十年前 我在長庚醫院的時候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父母 都強力反對 所以他們是 偷偷摸摸的到醫院來做 現在差不多有一半的父母 父親或母親會陪同他們來 表示是他 一徵求到父母的同意 父母比較會了解 那確實是 心靈跟肉體是沒辦法 配合的一個苦處 當然時代進步以後 我們不是像以前二三十年前 就有跨性別的 做完變性以後 他沒辦法融入社會 後來就 自殺了一個情況 這種情形越來越少 因為第一個我們 醫學發達的手術技術進展了 尤其這個變身手術 又能夠做完以後 都完全變成一個 女生的一個狀態 他們其實手術以後 滿意度是非常非常高 比較有趣的就是 我發覺一個 臨床的一個現象 姐妹做變身前跟變身後 雖然她們也做過整形 但是在生變完全 女性化手術以後 上個月 你就會很明顯看到 她們面容柔和化 不是像男生那種 看起來 台灣話叫 最大的問題就是 後節 然後跟聲音 就是覺得這個手術很神奇 以前講話就是會 講得比較小聲 現在就是可以很自由的講 女生字比較柔和 眼神也會變 說話的一種動作表情 都會比較柔和 因為有些姐妹她聲音變好的 她就急著要舉出 臉部的整形 我都會跟她們講 等半年以後 聲音跟面容會做一個融合配合以後 再去做調整會比較好 不需要急著 馬上去做臉部的一個針線 這個是在額外的一個 臨床上的觀察 她們是從小 就認為自己就是女生 跟教育啊 跟環境啊 或者是 壽虐啊 家暴那個都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一個女性靈魂 裝錯了男性的軀體裡面 所以她要嘗試 就是從心靈裡面去掙脫 她整個改變的這個過程 是非常非常艱辛的 跨性的姐妹 要勇敢地活在自我中 你要勇敢地去改變自己 因為你不改變 生理、心理 永遠在親自 你要突破這種心理障礙 跟你的周圍的親戚朋友 取得認同 當你一旦做改變了以後 你真的是會覺得 這個就是我 就是我要的我 不是那種靈魂跟肉體 永遠在打架的一個情況 還是要鼓勵大家 不要擔心別人的眼光 盡量去說服 家裡人 讓自己活得自在 活出自我 這是我的一個期望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